我不會再用魔法四天王去形容他們 因為魔法四天王是一個固有的形象 脫衣四天王就算了 四大淫片 四大淫魔 抽回四大淫魔 抽回四大淫魔 有沒有四套啊 有一個是Cover了 新妹是Cover了兩片 沒有講過一套作品 不是一套是WONNER BE一套淫魔 但他不是很久能 人家修煉完第二季有升級也不行 進化了四天王進化了四淫魔 好 接下來要講那套 不要怪我們不是講壞事 但是現在的這些所謂魔法學員的套路 魔法學員下片套路 我都要強調一句 不是我們想當他是淫魔 他有兩分鐘的時候 他真的是一套淫片 不是這套東西 我們跟著講那套 先講了什麼 落地騎士英雄譚 因為不講名字 應該不知哪一套 我相信 我們講完劇情之後 講之前要先確定一個立論 大家都知道就是 這些所謂色情片 的定義裡面就是 三分鐘你又要脫了 讚成 是嗎 如果不講話的話 大家做的行為就是 非片 你知道就是 小電影是 黃之鎮說 小電影是很難看成一套 不是啊 大家都是三分鐘就有個劇情的時候 分勝負的地方在哪呢 就在藍角身上了 你看一下 今季的藍角對應的狀態 是怎樣的 就可以分到這幾套 首先 關鍵性的三分鐘 這三分鐘的定義 好奇 經過了第三分鐘 剛剛 這裡是兩分二十多秒 二十多三秒 好像兩套都是 兩分二十多秒 是的 我們的主角 黑鐵一輝 因為叫做什麼 突然之間有一條毛巾 飄下來 但他 supposed to 一定是開槍 那邊就掉下來 那個是學戰到士 不好意思 不是啊 男主角駐學生 第一天轉來學校那裡 然後看到一個女主角 女主角是公主 然後摩扇衫被男主角看到 然後很不開心 有一個happy 就在挑戰 挑戰 然後一起打 現在公主會輸給男主角的 有嗎 那個也是學戰到士 這套也是 不是啊 這套她 專學生那個是女主角 不是男主角是專學生 就說不到了 死呀死呀 你主持人 被這些下部片搞亂了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我講了 但是男主角其實是 不是 我們講 落體騎士的紅潭 落體騎士 男主角叫做黑鐵一輝 她是來自黑鐵家族 但問題 因為她本身能力很低 所以黑鐵家族不承認她 要她不停留級 直到有一天 轉學生 女主角公主來到 沒錯 的時候 就不小心看到自己 摩扇衫的情況 如果那間房間 是男主角的 所以她進去看到這件事 本身應該很正常 不是撿毛巾 不是因為這個 對不起 沒錯 對 看到之後 然後 典型的劇情就是 挑戰 開始打 女主角就覺得 男主角是一個聖魔 老手成路 然後就打吵架 打吵架 打吵架的意思是決鬥 不要亂來 不要夾錯的意思 這套東西 Moss 3的挑戰是非常之多的 而主要Moss 3的情節 就交由了給女主角 Stella的身上 由第一集到第三集 她每一集都必定要有個環節 她是要脫的 在那間房間換衣服很正常的事 是甚麼問題 之後那些好像 都正常在第二集 到第三集 以那個情況為正常 總之她是一個很有服務精神的女主角 不要緊 諾帝騎士裏面 就是講就是 黑鐵 就是 剛才有馬那個說過 就是她被家族迫害 對啦 因為這樣而是她不能夠畢業 而這裏也是有一個 大家以外看的魔法高校劣陣生 裏面的設定 就是 主角的能力 是被這個系統判斷不到的 應該這樣說 就是 我呢 這間學校就是跟你講物理的 但你文科很好 不是這個學魔法是 但主角是 最大問題是 那些判斷不到的東西 這個詩形是勉強用的這個設定 但是 我想說你跟另一個設定打面 你明不明 是說有一個比賽 有一場對決 打贏了的就是贏 那你得理魔法好不好 你劍食這麼厲害 打得贏就行了 好奇怪 我覺得這個樂隊騎士 你不要理 完全沒有說服力可言 這樣說的 這一類魔法作品的設定裏 這一類所謂的 能力設定裏 日本的輕少少很喜歡做的一件事 是一個異分法 是 有特殊能力 它是以求了就是什麼呢 你的近戰很差 你的近身格鬥應變能力是很差 而通常這些時候 現在很流行的設定就是什麼呢 主角是在主流的配點 或者主流的才能方面是零的 但他在他的反方向能力裏 是點換的 這個是RPG般的世界 一定要是打就要厲害 魔法就不行 魔法可以就打又不厲害 而這種設定 並不是說不行 通常都會創造到一個 挺好的對立 而但是 通常這些作品 有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就是什麼呢 他知道他這樣是寫不下去的 然後他就會 賦予主角一個特殊的能力 跟這個摩伯哥和烈人的問題 是同樣道理的 沒錯 主角的用魔法能力 用魔法的種類是很少很差 但是他招招到超魔法級來的 而這裡就是說什麼 沒錯 我魔力能力很低 但是我能夠發動這個致殘技 令到我的魔力提供數十倍 然後然後 其實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 如果主角的魔力是十 Sella的魔力是一百 他提升十倍之後 他都知已然只是一百 但是反過來 如果假設藍珠的魔力是零 零 成任何東西都是零 不是 他有沒有去到零 就是一個倍率的提升 你不要說到就是 當然他講到很帥 就是說 我用我的生命 其實我是很不理解的 如果你用生命的話 應該第一集就播完 沒有的 超人都是三分鐘 一腳八三分鐘 好小事而已 不是 他的問題就是 他開頭說 我是用我的生命力 去換取 就是我能夠發揮 超乎常人的魔力 我理解的 這個叫做什麼 用你生命的重量 去換取就是 一次性的爆發機會 但是 應該是一次而已 什麼 好像哥哥 哥哥 用了人力 他很辛苦 很痛苦 沒事 都用不停用 沒有問題 我想這個就是 基本上這些輕少女達弊病 第一 你要設定一個特別的角色 請你有個過誤 特別下去 我以前看《魔法禁書目錄》 至少有右手歌 真的用右手歌 打了二十多集 他不會變成魔法 這個至少別人的設定 是堅固 第二 你不要拼出很大的字 出來兇我 之後 你就出來 藥雞的表現方法 我那一聽到 他說 生命的重量 我那一聽到 我那一聽到 生命的重量 我那一聽到 我那一聽到 生命的重量 我那一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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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魔力的表現 應該這麼說 這套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 魔力的設定 來自於 每個人的特殊能力 而魔力量的多寡 其實 他是沒有很清晰地表現到 如何為之魔力強 而他唯一的 第一集中 就是黑鐵 斬不爛 Stella的障壁 因為魔力 就會生產了障壁 而裏面其實叫做 其實他裏面 有種 IS那種味道就是 那套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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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套裝甲的能力就是 將他的 防禦能力 轉換成攻擊力 即將床HP 換成攻擊力 那種能力 但叫做IS好一點 就是什麼 他講到明 告訴你 不會死的 而他這裏的問題就是 我用生存 維持生存的魔力 即是你用了的話 你之後是會死的 即是說 下帝騎士英雄塔 第一集 生命的重量 完 然後可以去下一集 下一集 就是學戰都市 然後轉身成為學戰都市 這個 重點是 他這套東西是 最諷刺的事情 告訴你 他想你感受到 就是 我們的女主角 不是只有一個 一味至最才能 就是去打的 他是有他的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就 但是他這套動畫表現方式 給我看 就是我感受到的努力 你去體驗我的努力 編劇用的方法就是 告訴你 你只要打嘴炮 就看到他很努力 完全不覺得女主角 在背道而馳 這個挺有趣的 這個編劇 我也覺得 而那個位置就是 黑鐵 他的所謂的 完全掌握能力 就是 什麼呢 經過跟對手交戰的期間 學習對手的招式 學什麼 學習四輪 甜坤大萊兒 你用什麼招呼 你學回你 最大的問題是 他身為一個男主角 他是學抄襲人的劍技 但這個世界是用的武法 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所以才要 主角就是 應該說 作者就是知道這個問題 他就算學到他的劍技 多高都好 上壁打不爛就是打不爛的 所以他才要 突然之間 他就要創造 主角就是 他能夠有一個時間 好像超 剛才有馬上說 超人的 殘膽超人的理論 就是說 他會有一段 很短很短的時間 能夠匹敵 這些魔法師 而變成就是 最終就是 大家純粹鬥的 就是劍技 這件事更加矛盾 如果你有那個技能的時候 劍技是甚麼 之前應該先問一個問題 就是 既然是這樣的話 應該要出獎壁這個技能 不是啊 問題就是 你拿不爛獎壁的話 就算你體能加10倍 可能人家魔力 但你1000倍 也拿不爛 就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 你喜歡玩個男主角 用劍術去標籲 玩這個魔法的人 你就不要下這個獎壁的設定 出來逼他用劍術去打 好像遊手哥那樣 他能力可以把魔法無效化 算了 可能更好看 但另一方面 我又理解他用獎壁的技能 他不下獎壁的技能 怎會有生命值的 那樣東西 我用生命去和他戰鬥 那樣的偉大畫面 即是作者覺得偉大 我意思是 這些我覺得是歪歪 給讀者歪歪 一個最弱的人 打敗一個天才 對呀 哇 好感動呀 我歌可一的 這個就是 又是 哥哥 打贏最近那個 A關贏 沒事的 一樣 最大的問題是 我看完動畫之後 感覺就是 好像是那個樂弟主角 那個天才多過 那個 女主角是天才 現在 他經常是什麼呢 這些作品 形容一個就是什麼 他一開來設定 主角是一個失敗者 他經常這些作品就是什麼 他很想就是 這個主角是一個容財 但是他寫下就是什麼 這傢伙根本是一個絕世的天才 你要明白 做為一個毒男 就覺得偉毒是可恥的 對吧 做為一個容財 會覺得偉天才 都是可恥的 你不要這樣打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個大人 說 我廢的 我不行了 然後下一集我去打你 告訴你 而這些故事裡面 當然就是 必定會有 兄妹愛 深雪 又是兵屬性 告訴你 有喜歡哥哥一樣 照抄外 兄妹愛 這些是普通的 而且要學校的發揮 一定要有一堆女主角 給他套貼 他逛逛逛逛逛 那個不是應該叫奴隸 他說他是奴隸 奴隸 現在奴隸 那不是有自己奴隸 這些是奴隸 這些是三位力場的問題 這些是 Stella很在意 黑鐵 因為他打贏了他 所以說 其實你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因為我也很努力 我又有才華 我又肯努力 而你 你打得贏我 而你又沒有才華 即是你給我更加努力 我好想你 什麼理論 這些我覺得純粹是安慰自己 即是你一個很努力 自己很努力的時候 被一個不努力的打敗 很什麼的 很傷心的 即是自己安慰自己 就是說 我應該對面對方 應該更加努力 所以才可以打敗我的 第三集裡面 即是他們出去這個 逛街 當然第二集裡面 那些脫的畫面 其實變成固有情節 其實 每集都出現這些畫面 而第三集 而第三集 其實那個脫 其實就是說 我都說 這套是涵片 當一個人受到威脅的時候 這些大縮型的角色做的行為 就是 我正在留意這個 少年有沒有說出第一套 第三集 逛街的劇情 好像沒有說錯了 嘩 我也是很猶豪 因為兩套太異 第三集就逛街 這次沒有說錯 對的 因為遇到這個恐怖分子 對恐怖分子 對 然後女主角就挺身而出 誰不知又被人吃了 因為馬上被打臉 不是 那 下片裡面 阿妹是叫她拖時間 是 她拖時間的方法 因為剛剛就是 就是脫了 拖時間 她出來之後 因為有個小朋友 就被這個 小來 被這個 大叔 怪叔叔 怪叔叔 對的 然後她就為了救她 然後就挺身而出 對的 但在鹹片裡面 那些女人 遇到達叔叔的時候 都要摸殺三個 所以她不是一套正式的鹹片 她根本是用那些情節 其實 不是 你這些是一些 叫做什麼 出場之後 然後就是 以為自己夠打 然後是不夠那幫人打 然後就 發生的就是 就是色情的情節 你看回這個位置 其實主角的阿妹 那個fan 用影房 封住主角的時候 然後說 嘩 左人 是要 燒的 我知道那女人是你 但是說 那女人不是我的 那妹妹的室友 心想 你不要左就看好戲 是要先逃 她接著說 你要忍耐 你要忍耐 等她薄薄的設定 女章是做完 之後 詩南章才會過來 你現在可以出場 知道嗎 她一隻是左指根 左指根主角的出場 然後你就知道 這傢伙 都不是好人 她都相當內行 我只能說 很可惜 我們男主角 都不能理解她的氣氛 和這一樣東西 最後都是用生命 去戰鬥 即是她的生命 是延價的 這個位置 簡認就是 那些槍是射不中人的 喂 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發動到一刀修羅 那個時候 你射中就覺得OK 但是 未發動之前已經被人射中 射中她 但沒有事 那是 很有型的跳下來 我完全理解不到 我應該會這樣 我經常都會說 這些懶型的位置 灑碎的橋段 是 不是不行 但可不可以合理一點 很少 精神力 其實她 喂 我還沒跳下來 已經死毀了 大佬 那位置 其實男主角 能夠衝破影馮 的原因 對她來說 是因為 她的佔有肉問題 她是我的 MTR 這些應該是我自己才可以 對 不是給你看 這些東西 是給我看 色情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 不是 有東西叫獨佔 獨佔有肉 是世界上最強的力量 所以她就通過了影馮 你又不知為何 最初她說 這些武器 我視為特殊能力 限制上很大 其實這些作品裏面 對一些特殊能力的處理 很不審慎 就是 我封了你拍的 你應該不能動 但是你要動 男主角 用腦力去解剖了我拍的 ok的 用這個 不是 精力 現在不是在做 那些行玩超人 裡面的腦力超人 如果你要表現意志 其實你要解釋得透 整個魔法系統 如何去破除魔法這件事 你才會覺得 哇 主角 就算我說 我用生命 來保住 Stella的精操 也好 如果你真的這樣說 我覺得是來得有魄力的 你為了保住一個女性的精操 而犧牲自己的生命 多厭 不是 你要有一個對抗的橋段 讓我看到 而 他對抗 最典型的做法 可能是 噴血 身體就會因為這樣 然後 下去的時候 打 因為這樣 戰力不足 而有其他人幫忙 這些是 我覺得 合理橋段 合理性的問題 你都不會想 一開始就 表現一個主角 強大到 就好像 這個世界沒有人打得贏 你 打傷你 現在就到 華州費 但其實看起來 沒事 拍得一線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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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過一個設定 就是因為 女主角都問過一個問題 問過 為何這傢伙會是烈等生 搞錯 是的 但是她的解釋 就是 為何你是一個豬肉佬 豬肉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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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可能是一個豬肉佬 但是那個system 就是 她的解釋 就是她平定不了男主角的能力 而叫做什麼呢 我知道夜行者是很信奉這個道理 天下武功為快不破 而她所有的就是什麼呢 她對所有的能力 暫時 現階到第三個就是什麼呢 我比你快就可以了 你出不出招 那我就贏你了 所以我剛才也說了 你有這個能力的時候 你根本劍技其實是沒有用的 有什麼用的 是我把刀子都刺死你 直接衝掉 在那些世界裡面 你都不會動的 沒有意思 越快其實你越不應該用劍技 這個位其實現在就是什麼呢 她將所有的特殊能力 就是所有特殊能力的戰鬥 這方面 對決的精彩 或者要主角思考 你顯得主角很厲害的東西 她還有一個字 發 就會解決了一切的問題 那沒有意思 可能說她爆發之後 可以有十倍魔力 不如十倍速度 算鬼獸 搞這麼多東西 這個我們說巨人都說過 你插自己心臟 是能夠好令到那些女角 是能夠受到感動的問題 即是她說我用生命的重量來換取力量 你不想我 即是大家經歷過巨人的洗禮 還不明白 這些是一個吸引女性 不是她有說過 她的限制 一天可以用三次 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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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完就光堂 但動畫裡面其實 基本上每一集都可以 其實每一集有一次 很所謂 對的 超人的 所以說每一集都是三個小時 但每一集三個小時都沒問題 或者這樣說 在故事裡面 你暫時看不到黑鐵 究竟除了這一招之外 老實說 她對每一個對手 她只能夠是開這一招 那就是 其實不是 不是全部的戰鬥 你都預視到 很籠統 很籠統 一秒鐘七秒四 你搞定贏了 我甚至會這樣說 我會預測到 往後這個動畫的戰鬥 是什麼呢 一直一直不開的能力 就是我要找出對手的破綻 我要找出對手的破綻 然後對手就很開心 在換敵 哈哈哈哈 這次你還不糟糕 然後說 你的能力是對我沒有用的 然後一直在嘻嘻大笑 哈哈 最後呢 然後無緣無故 一個不知什麼原因的理由 突然之間老殘 然後主角就說 我抓到你老殘的機會了 就是我發動一刀修羅的能力 一分鐘 然後突然之間就贏了 甚至 甚至 我不要 如果他這樣做 就真的是破壞自己 發動了一刀修羅的能力 之後打不贏對手 然後主角憑著他強勁的 強勁的 強勁的 我再發動多一次 二刀修羅 哈哈哈哈 一條命不夠 我發動過兩條 不是 一條命不夠沒有第二條 不是 女主角 晚上保姆你給他 他就可以了 立即發兩次 明白嗎 不要緊 因為這套動畫 第三次就做了同一件事 魔王還會跟他說 你看看我的手多厲害 我這隻手碰到你 你的魔法就沒有了 我是不明白 尤其是這些所謂特殊能力的戰鬥 你的特殊能力情報 就是掌握了你的勝負的關鍵 但是大家是很開心地說 其實我的能力是什麼 我比你更厲害 但明白了 這個犯的錯誤太沒有新意 相比之下 因為經常都會犯的錯誤 所以大家已經很少留意 他那種就是什麼呢 也是這類型作品不夠高張的地方 就是什麼 他不能夠被讀者猜渡 究竟那個人發生什麼事 而去猜渡 究竟這個人是什麼能力 而是靠主角去猜渡 而就是什麼呢 作者要先露 主角根本是一個老殘 他是不會可能發現到 究竟對手是什麼能力 才能夠就是什麼呢 對手自爆 我對這個作者 對這個編劇的描述能力 已經沒有任何期望 他不會連努力這件事 都要用口說的話 你更加期望他 這些東西可以不用口說嗎 而這類型作品 就是最後 我會說 他這一個問題 他這套東西的問題是什麼呢 也是犯了同樣 其他類型的作品的問題 一開始跟你說 這個是天才 女主角很厲害 她是A級 然後 其實之後還有X級 X級 X級 那些東西 其實你開頭的女主角 所謂天才的設定 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世界 全世界都是天才 她到後面都是集出來的 對 不會有女主角發為一個人 那你為什麼要設定這件事出來呢 他天才 真的這麼重要 他設定這件事 就是襯托出男主角比他更加厲害 第一集可以 天才打輸了 而留意這件事 這套的角色的性格 也是很standard的 無論身材也是 甚至法式也是 不如說不是屬性 火屬性 巨魚 公主 公主 天才 火屬性 火屬性 一樣 阿妹那些 應該說 第二女主角的角色 就是 一定是跟女主角 是一個相反 對立的關係 貧乳 不一定貧乳的 冷靜 也不是 也不一定貧乳的 或者冷淡淡淑星 對 這樣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我個人不太理解 為什麼 可以出道書 其實這些 都沒有 應該要這樣說 是這樣才能出道書 你作為一個出版社 你看到 這條 formula 之前有效 你也需要再用這條 formula 再出幾本書 去做work 就賺了幾本錢 我也明白 鹹片恨久不衰 但大家都知道 鹹片拍來拍都這樣 但也有這麼多人買的原因 沒錯 就是這樣 其實AV不多人不買 算了 出產量也多 但套套也差不多 應該是 都是搞事 不是 賀爾你明不明白這件事 就是現在 我們在動畫界 有半個市場是鹹片的市場 你只是不理解這個事實 你只是不理解 動畫界的思維 他想是不行的 我覺得鏡花說這句話 是很有道理的 其實 你這套東西裡面 很老實說 叫做 所謂魔法學員 戰鬥片 但是 魔法學員 和戰鬥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什麼 你最期待就是 應該說 你唯一每一集裡面的伴侶就是什麼 你今集想到什麼方法令到女主角脫 不一定是女主角 這麼多女角 總之你問 今集究竟怎樣可以脫到女角 錯 實在 他們的重點是 核心去了這個位置 這個跟你看真正的鹹片裡面 護士也好 什麼都好 最後都是脫一樣 這件事 怎樣令到脫才是重點 不是 這個問題是 走錯的重點是 如果這個例子我會舉 就是 你試圖在一套 鹹片裡面 去找劇情 你現在是什麼呢 在一套叫做 魔法設定的少年熱血作品裡面 你是為了找鹹東西 是沒有分別的 這個思維是這樣的 你一套鹹片 充滿著鹹片的市場裡面 發覺有一套有劇情的鹹片 你會很amaze 這件事 算了 你在一套充滿著 Suppose 充滿著有劇情的地方 你還沒找到一套鹹片 你應該都挺amaze suppose 應該都 當然啦 你都明白到 所以你不應該有劇情 有劇情那些是看其他的 你一套是看鹹片的真正 是不是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 我這樣說 低處理是未選 這套只不過是開始 界限拿來突破的 界限拿來突破的 我們去下一套